我把大解密的John來為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 呃 大家早 辛苦了 大家這麼早到這邊 我也是覺得起得非常早 好 那我是John 然後我現在在 Chu Michael 起司科技 然後我們是專門 我們叫Metaverse Security 然後專門在做這個 Web3上面的Security的一些issue 所以今天也很有榮幸 然後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有關這個Web3上面 一些詐騙的問題 真的是非常的 大家應該都非常常見 在開始之前想要跟 各位調查一下 先市場調查一下 在座各位有沒有人買過NFT的 可以稍微幫我舉個手嗎 讓我知道一下 喔 那還蠻多的耶 太好了 那今天可以講比較深入一點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進入到 Web3詐騙手法 然後並且我們今天會講到一些 不只帶來到一些common的概念 還會跟大家報告 解密他們到底怎麼做詐騙的部分 好 好 首先呢 我先分為四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數位資產的供給手法 我們分為四大部分 那第一個呢 大家一定不會想像就是 木馬 木馬這件事情 其實 在我們的數位資產也有發生過 透過木馬 來做攻擊的手法 那第二個最常見呢 就是Fishing 就是所謂的釣魚網站 這應該大家非常的常見 然後也看到社會新聞報導 幾乎都是在Fishing的問題 今天也會比較多重在Fishing website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跟解密 那第三個呢 大家最常在新聞上看到的 就是smart country的 vulnerability的問題 就是 他的business logic 他的商業模式 然後可能沒有做測試 然後可能 就會有些漏洞 這最常見到 那第四個呢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社交工程 那一樣呢 這些手法呢 其實 你會看到這四大手法 其實在 以往 會有 其實到 新的領域 到website的領域 我們還持續是發生的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去看real 真正的攻擊 是什麼樣 一樣有分成四大類 我們可以看 第一個我們分為web2的攻擊手法 什麼是web2的攻擊手法 就是 剛才講的fishing的website 那 第二個是web3的攻擊手法 為了三個攻擊手法 就是 我透過smart country跟你做互動 然後我需要得到你的權限 可能甚至可以做 轉移你的貨幣 甚至NFT 等等 那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社交工程 包含 我在discord上面 去跟你做社交工程 然後我可能在 OpenSea上面去 去開一個fake的com 或是compromise 等等 那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dapp的 vulnerability的問題 這都是我們實際的案例喔 好 那前面看完分類之後 大家應該都很沒有感覺 那我們等一下看點圖 不過 有圖大家才有感覺有圖的真相嘛 對不對 好 那在以往以前呢 如果在 前年 去年 我們又稱為NFT的世代 去年 我相信有很多NFT應該大家都在去年 很少會在見年 因為今年見到一個熊市 那 在以往呢 前年我們可以看到 就很單純 fishing就這麼簡單 我只要做一個website 然後告訴你 你的Mainless現在有問題 我需要你去把你的助記詞input進來 那 以前呢 大家還沒有這麼sensitive 還沒有那麼敏感 對於我的 我的 助記詞 就是我的property key 就是我的私藥 所以呢 等同你把你的助記詞 給公司讓出去 就可以把你的私藥公司讓給hacker 那hacker就可以拿到你的錢包 然後有裡面的所有貨幣就歸他了 所以以前以往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隨著 慢慢進步 到去年熊市 然後 開始做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一看到呢 我們在 survey realcast的時候 我們看到 fishing website其實也在進化 而且呢 越來越多 那 其實我列不完 你看到 我列了很多 而且呢 這些website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 很quickly 什麼叫quickly 就是很快的產生 很快的就去見了 很快的消失了 所以呢 如果大家 如果以前有在 以前有這樣看過一夜式雜片 就是 Facebook常賣那種 手機iPhone 然後寄到你家之後變成石頭 其實你會發現是一樣的 這個循環是一樣的 就是web2 的fishing 跟web3 fishing 其實都一樣有一個特性 就很快的產生 很快的消失 而且他們都會抓住event 例如說 東秋節 東舞節 就會搭配不同的event 做誕生 好 那 當然 去年 我們的周董 周杰倫 他也是 很慘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所以我相信 大家都非常勇敢 如果買過NFT的人 當然 都 同在币圈裡 都會 一定多少 很多會受害 包含我本人 其實我也受害過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 hacker 或者是 詐騙 他們這些集團 他們是怎麼做的 其實真的很聰明 真的很厲害 而且成分也不高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 做詐騙 可能比做我們這個白帽駭客還來得賺 這是真的 對 我們就來大解密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首先我們先看一個最常見的 real case 就是在discord上面 如果大家有玩币圈的話 你會發現 Facebook 什麼都已經 不是一個最大宗的 最大宗的社群 就是discord上面的social 好 那 這個是 當去年發的一個專案 KICKIT 的crypto 那你會看到 這是官方的資訊 這是官方的資訊 然後 你會看到它其實都還沒有發行 然後mint 通常我們會在discord上面 去寫出 這個發行商的NFT 要發行的日期 發行的價格 發行的官方網站 還有現在多少人數 我們通常會寫在這個上面 好 那 所以呢 大家就要去搶 因為大家知道 NFT就是所謂的 就跟房地產一樣 你要買第一手的 然後第二手就開始 建價 會越來越高 然後炒作 然後就被賣出去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瘋狂地搶 那 我很 就是我進到這個群組裡面呢 我知道它還沒有發行 但是呢 你就會發現 當我進去的同時 十分鐘過後 我就會收到很多message了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非常有感 如果你有買過NFT 你一定非常有感覺 因為你discord跟我一樣 每天都在跳 而且 都不是真的人 在迷你 都是機器人 那你會發現 這些機器人 其實就是一個詐騙 為什麼 我們去看 看到 這兩個是兩個人 然後發現 怎麼都一樣的頭像 它都偽裝成剛剛 你的那個discord的這個vendor 就是發行的群組 它的頭像 它所以詐騙集團也很厲害 就設計了很多機器人 它知道你進到這裡面 你想要買這個NFT 那我們再看一下 第一個它發什麼訊息呢 它就剛才講說 你剛才看的那個crypto的NFT 已經要發行了 而且呢 只剩一千個NFT 而且它價格還比 真正的官方網站賣的便宜 你要講 要趕快搶 如果你不搶 就可能被賣完了 所以呢 是非常厲害的 那如果你真的半半傻傻的 你也不知道 你會覺得官方是不是 偷偷給我爆好糠 是不是這個時候 要趕快下手 如果不下手的話 那我就 可能搶不到第一手的NFT 好 那我們再去看 真正的網子 他們很厲害去做包裝 怎麼樣包裝呢 你知道 其實我們在discord裡面 其實是可以做超連結的 所以呢 它就把外面的網址 包成 可以看到上面的 www.kiki 那個是一個 官方網站 可是呢 你真的去 那個超連結 去連那個連結 發現它其實前面有一個前綴 對 它有一個前綴詞 所以你不會被發現 因為它把它包裝起來 它就為了讓你 覺得 放下你的戒心 因為大家 時常被宣傳嘛 你要先看一下 你連到那個網站 是不是真的是官網 所以它就做包裝的一層 好 那我們再來去看 這是真正的官網 跟這個是假的官網 老實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真的去看網子 你直接去看 嗯 其實也真的很難分得出來 但是我們都會告訴我們的使用者說 如果是一個詐騙呢 通常它會 比較ergent 就像如果大家去到 1S詐騙 你就會看到 會計數 開始計數 說 剩下多少次 剩幾隻 手機要被賣完了 然後幾秒前有 多少人又成交 又買了一隻 所以同樣的手法 在web3一樣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在我們假的website 它就 直接很明瞭告訴你 我現在有十個NFT 已經在售了 然後 現在你可以直接加 你要買幾個NFT 然後下面就有一個Mint的button 非常 了當的 那你就看到官網 就包裝得非常有質感 但 雖然這樣子跟 大家 去告訴 但是老實說真的 呃 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能分辨 如果能分辨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人手片了嘛 對不對 所以 說實在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從 從 畫面上其實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們想做的目的跟 跟 後續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好 那你以為就這樣子嗎 就這樣就會被人家詐騙嗎 其實還沒那麼簡單 所以 詐騙其實它也很聰明 它持續在進化 那我們真的去分析這些fishing的 釣魚網站的website 我們發現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大家都知道去塊鏈是公開的嘛 那當然呢 這個特性 非常 去中間化非常好 但同時其實這也是公開透明這件事情 不只是你可以看到對方 詐騙集團也可以看到你 什麼意思呢 我們去看 這些釣魚網站呢 非常有趣 看到 詐騙集團非常厲害 它就透過Iserscan的API 它其實可以去看到 現在我要去釣魚的這個user 它錢包裡面有什麼 所以 我們Tim啊 之前在research這一塊的時候 實際上在講一個笑話 如果你太窮 詐騙還不想騙你 他就覺得 我乾脆放過你好了 因為你都沒有什麼錢可以騙啊 我幹嘛騙你 我剛剛就衛裝成一個好的網站 我是乖寶寶 你這時候你就不會把我收入起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API回來看到 這個帳戶裡面有ETH BnB 然後它還有幾個NFT 所以呢 一樣 透明公開的 詐騙集團也可以看到你的 針對你的詐騙 來做 來做調整 所以呢 當你今天如果 有之前的NFT 詐騙集團 它寫的call 就會跳出去 set proof all 就是要你的NFT的權限 如果你今天有ETH 它做的就是transfer eth而已 所以 變成 這些釣魚網站 它進化 它不會只騙你一種東西 它會說 你今天如果來 有什麼 我才騙你什麼 所以這也會增加你去detail 這些釣魚網站的一些難度 也就是說客製化的詐騙你 在web2是做不到的 web3公開透明之後 我可以客製化的詐騙你 針對你有什麼狀態 我就怎麼去詐騙你 所以 會變成更恐怖 更不一樣 所以你看 隨著 所有的 時代 我們一直在進化 詐騙集團其實也一直在進化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解密 這麼 詐騙的手法 我們剛才已經了解了 然後甚至它可以客製化來詐騙 那我們該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介紹三個 其實有很多開始 但我們先介紹三個最常見的一個詐騙手法 我們從第一個來講 因為 該有調查嘛 就是有 買過YFT 所以這邊我可以講比較深入一點 如果有買過YFT 大家應該都很耳熟 很想set for all 然後 這個呢 這個交易的signation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去approve你ERC721的token ERC721就是NFT 所以我可以 擁有這個權限把你手上的NFT轉走 它其實就是拿到一個approve的case 那第二個case呢 就是transfer token的case 那一樣呢 它就是call一個transfer 然後可以把你ERC20 ERC20就是我們的 像 我們的 USDT啊 穩定幣啊 然後USDC啊 這種東西 這種ERC token 可以把它轉走 所以這兩個其實就是詐騙手法最常用的 因為我要嘛就要你的NFT 我要嘛就要你的錢 對不對 再來呢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較特別 也就是說 sign的部分 那 sign就是 就是最近有eip721sign的方法 其實sign有很多種方法 那 現在被 比較多人使用 uniswot在用的就是eip721的sign 那 sign大家都知道它是線下的一個 一個 簽章 它其實並不會在那個 moment不會上鏈 但它其實也會有受到詐騙 為什麼 怎麼操作 等一下我會解密給大家知道 好 那所以在做permit side的動作 其實也是你把一個權限 給到另外一個address 讓 拿到這個side的人 就可以把你的錢轉走 所以說一樣的 其實在web721sign這兩種 要嘛就是做轉換的動作 要嘛就拿到你的權限 我接下來可以做轉換的動作 就這兩件事情而已 好 好 那我們就 接下來我們就往下看 好 那接下來講比較技術的東西 所以 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看整體的架構 其實呢 其實就是個dapp 然後我們會透過 jsonrpc 然後跟我們的provider 做一個互動 那provider呢 會再上到我們的brushing上面去 好 那我們要開始去解密 我們就要在中間做一個hook的動作 好 那我做的動作呢 就是去hook jsonrpc一段 也就是說dapp 在把東西 這些json 傳到provider 有哪些東西 因為我們剛才講嘛 就是 預防 更生於治療 在web3的世界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真的被轉走了 你可能就救不回來 因為你被轉到一群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只能在轉之前 做預防 那怎麼預防呢 所以在轉之前 我們去hook 我們看看可以看到些什麼 然後 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 防護這件事情 好 所以hook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jrpc的format 那再來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MetaMess的Messor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MetaMess的文件 那最常用的就是 send translation 就是你要把一筆交易send出去 那第一個呢 一定 在你的parameter裡面 一定會有幾個東西 一定是必須的 第一個是from 你從哪一個address to 然後你要到哪一個address 做交易 如果大家有寫過dapp 應該這個都很熟悉啦 再來呢 就是我們一看很重要的就是data data就是你要去上 把這段byte code上到我們的區塊鏈上面 那裡面呢 就會有 data裡面就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 今天的重點 我們來大解密 好 好 那 在這邊有一段可以跟大家特別提到的是 在data裡面呢 其實我們在前面四個byte 好 是可以做翻譯的 那我們翻譯出來就是我們signature 好 那signature是什麼 就是你去跟smart country溝通的時候 那你到底要callsmart country哪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我們就叫signature 好 那如果大家有寫過smart country的話 應該最耳熟能詳的就是 就是transfer啊 without without ap coin 像最近 我個人也有在買ap 如果有人 對 所以很有感覺 最近最紅的詐騙就是without ap coin 然後有詐騙 可以把你的coin的without 到另外一個address裡面去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透過 Etherin的signaturedb 我們就可以做 反主義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前面四個byte 去檢視出user可以看的動作 那我們要解釋出這個做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解出來 我們就知道 第一個欄位是幹嘛的 第二個欄位是幹嘛的 那看到第一個欄位呢 就知道 我這個without的動作 所以我第二個欄位是要without到哪個address 那詐騙簡單怎麼用呢 很簡單 我叫without到我自己的地址 是不是錢就到我手上去 所以其實 對詐騙簡單非常簡單啊 我就是做一個df 然後互動 然後去call這個master 然後without到我自己的contract 到我自己的地址 我就把你的錢偷走了 所以 詐騙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就來看吧 第一個 我們的transfer token的case 如果大家有玩過小狐狸 基本上就是去轉換你的 你的資產 你的ERC的token 好 那我們就剛才去做hook 所以我真正就是把hook的資料 貼出來給大家看 這就是我做了一個clone的extension 我在中間做一個middleware OK 那我就把 剛才要從dapp傳到 我的小狐狸的 這個jsonrpc的資料 把它 結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啊 這邊 0xa9 0559 這個 就是 我們從剛才的signaturedb 轉移過去 就是transfer 的signature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欄位 跟第二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就是我到底要轉到哪一個地址去 第二個欄位就是 我要轉多少錢過去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詐騙喜歡怎麼用 很簡單嗎 我寫10就好 我hardcore 我是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寫 我的address 就是詐騙喜歡的address 那第二個欄位要填多少呢 我就看你錢包有多少錢 你有多少錢 我就把轉多少錢過來 大概要留一點gast fee 這樣才會成功嘛 所以呢 詐騙喜歡就這麼簡單 我只要call this function 我就可以把錢騙過來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可以拿到的資料器 就在這裡面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剛才去解析 解析 data裡面的前四碼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conax跟nature function 後面帶來哪些參數 好 那再來就是 到底我騙哪一個token 所以我們可以看 tool呢 其實就是那個smart contract 的coken 就是例如說 我今天想要騙usdt 我要去交握 就是去寫usdt的一個token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的就是setfoo for all 那它其實是一樣的 剛才是token 現在要騙的是nft 那一樣我們解密 所以從 前面的四碼一樣 我們可以翻譯出來 它是一個setfoo for all 那它後面的參數呢 就是帶你到底 第一個參數就是 我要 給哪一個 這個address 一個權限 那當然就是 給我這個詐騙的 這個address 一個權限 後面就是true 是給 要權限還是不要權限 這樣子而已 所以都非常簡單 好 那一樣 我們今天拿到 這樣子的data 那我們就要去看 第一個欄位 這個 是不是詐騙集團的address 好 那我們就來開一點特別的 我們從剛才那個 很簡單 其實如果 剛才跟大家報告 大家回去應該 就知道怎麼當駭客 但是不好的 但是其實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只要call哪個function 我要transfer 我就把我 transfer到我自己的address 就完了 只要有人按下去 傻傻的 你就會看到你的錢 就一直進來 那我們再講一點 不一樣的 Singernature 這個應該是大家比較少接觸到的 那它的誕生是因為要結上 guest fee 的一些問題 所以才誕生 那你可以想像它是 先簽 等於說我把一個 合約 一個sign 先簽在你的手上 然後那個手上呢 你隨時在某個moment 你可以再拿去跟provider 然後跟它智慧說 我要 我其實已經拿到它的允許了 所以我其實 它這個地址可以把錢轉過來的 好這就是sign 那sign呢其實也有提供三個方法 那我們最早期的就是ETH sign 如果大家有玩小狐狸 小狐狸在今年也告訴大家 不要再用ETH sign了 非常危險 因為你在sign什麼 你自己都不知道 呵呵 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是被 掰扣過的 那比較常看到的就是 做personal sign 因為為什麼 personal sign裡面的warding呢 是大家可以很明顯知道 我在幹嘛的 那 最常 現在還最常用的就是 personal sign跟eip721 sign eip721 sign eip721 sign一樣 它可以 它是一個jason格式 所以去定調的時候 我知道我在sign的東西 到底是在做些什麼 所以大家慣小狐狸啊 如果你default沒有去調整的話 如果你去跳出ETH sign 基本上你應該直接是被擋掉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比較舊的sign 那我們今天就比較針對 ERC721 sign 那我實際去測過 但我測的版本是比較早期的 4.2.1 其實在ETH sign 它去coder就是sign type theta 那其實呢 現在有從V1 V2 V3 V4 V5還沒出啦 所以我先按掉 你看到淡色就是還沒有 那 直去測呢 就 哇怎麼那麼多版本 一開始我也嚇到 那我是不是每個版本 我都要trace 都要去追蹤 那其實並不用 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可以執行的messor 通常它會留最後的兩版 所以就是V4跟V3 現在這個是可以用的 如果在舊版呢 它會告訴你現在可能是已經不support了 不支援了 所以我們只要去看 最新出來的兩個版本就好了 好 那 所以我們就來做ETH sign 好 那它看起來就是做一個簽章的動作 好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到底詐騙集團是怎麼樣用sign這件事情來做到詐騙的 因為大家就覺得 以前大家都覺得我在上鏈才會被詐騙 然後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就突然間講 你在簽章在鏈下的動作也會被詐騙 就覺得很奇怪 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跳起來怎麼會真的 其實不是啦 最後還是要上鏈的 為什麼 我們先了解sign的過程 首先呢 User必須透過Dapp 跟Dapp做一個personal sign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呢 我的Dapp就拿到簽章 我擁有這個權限之後呢 我的Dapp就可以直接去呼叫Pammy 的smart country 告訴他說我已經拿到的簽章了 所以 我可以把某一個地址的錢轉到另外一個地址去 所以就會告訴erc20token 告訴我我可以做轉換的動作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sign也要小心 不要隨便亂sign 雖然它是在鏈下的動作 所以你看這是虛線 它雖然是在鏈下的動作 但是 它其實只是拿你一個權限 只要Dapp 假設這個是個詐騙機 它只要拿你的權限 它就可以去把你的資產 就被轉走了 那它也不用當下 因為我拿到你的sign之後 我可以去記錄我的sign是簽多久 所以有些人就莫名其妙 怎麼我突然晚上就不見了 我不是real time的被詐騙 因為你可能前面有不小心被曬過 所以人家才會很擔心不要亂sign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解密 sign跟剛才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sign就很不一樣 sign其實我們的master 就剛才跟各位提到了 我們前面的master是 ETH-sign-type-data 有v4,v2,v3 那我們就要去看這個master 最好我們看到上面帶的parameter 那我們看到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parameter0 它是一個array 0就會帶是自己的外人 那parameter1呢 就是我們要看的 要解密的東西 它是一個json格式 就是你到底sign了什麼東西 那我相信很少人會去看這東西 通常大家就看 要sign 就approve 按下去 然後你就拒絕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這到底sign寫什麼東西 那它其實是一個標準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arc721上面 它是uniswatt去出了 叫parameter2 的一個標準格式 它就是一個json 那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在parameter1 裡面看到parameter1 看到parameter1 我們就知道這個是 它想要做的是 parameter1 721sign 那如果是其他的 可能會有 它的type 像opensee 他們就自己定義了一個 他們的格式 所以各家有不一樣的格式 但是我們從這裡面都可以看出來 其實這樣重點是什麼 重點跟剛剛一樣就是 我們spender到底是 要給誰 授權給哪一個 對於詐騙集團 它都超過來就好了 它要改的就只有這行而已 改到自己的帳戶就解決了 我就可以sign了 因為我就拿到 拿到你的權限了 只要你今天跟我sign完 我spender就是給我自己 這裡面還有很多可以去探討的 例如說 簽了一個 可能它不會過期的sign 可能也是一個很危險的警訊 或者是它的錢呢 可能是沒有 可能是設無限大的 就是我可以拿到你所有的錢 因為我可以設定 我拿 例如說10塊20塊 這比較合理 如果我們在define 或者在game file裡面去 去做遊戲的時候 我們通常可能 我買一支NFT 我要的可能是10塊20塊 但如果你簽了一個 是無限大的 的這個合同 那你可能也是一個警訊 都是要特別小心的 好 那 講到這邊 好 除此之外呢 我剛才其實前面都是用extension 那我相信extension 對大家的門檻是比較高的 這裡面推崇一下 其實最近metamask 它在推一個叫 metamask snap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小弧裡面的外掛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玩 那它現在當然還沒有進到metamask裡面 但我為什麼會介紹這個呢 因為剛才去拿到這些transition資料啊 其實你自己要去implement一個 extension 並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你要去做一個hook 你要做個middleware 但是呢 如果你直接用snap呢 其實snap它像是在metamask裡面的一個小外掛 那你用smack呢 就可以很輕而易舉地拿到transition的data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看到那些資料 那你有那些資料呢 你就可以幫助user先做預防 在他還沒有做transfer 還沒有做size之前呢 你可以幫他分析出來 你現在在做的是哪些事情 告訴user 你確定要做這件事情嗎 你可能按下去 你的錢資產就不見了 所以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現在還在不穩定版當中 就是他還沒有進到metamask 那我相信在明年可能 甚至他未來會出一個snap的story 就是像npm這樣子 去查上面你有哪些東西 你就可以安裝到你的小戶裡面做外掛 然後幫你去做保護 好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 好那謝謝大家聆聽 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問我這樣子